留学生毕业后做好规划 您在起跑线 大家好,我是卡尔森 随着疫情得到缓解 多伦多也逐步迎来了全面复工 那我相信对于刚刚毕业 或者即将毕业的留学生来说 如何做好毕业后的规划 也成为了他们最头疼的难题 那在我工作的过程中 基本上毕业留学生找工作的第一愿望 就是找到一份专业工作 高收入,大工资 但往往就是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 浪费了半年甚至一年的工签时间 那尤其今年作为一个疫情的大背景情况下 为了这样一个求职大目标 花费的时间肯定比以往来的还要更久 那我们在留学生的毕业之后 是不是就应该设立这样一个大目标 当作自己奋斗的一个方向呢 那今天我会给大家提供 另外一条思路 在提供这个思路之前呢 我有几个问题先问一下大家 大家有没有想过 进不了大公司 是不是因为你的留学生身份 是不是因为你持有的是工签 那是不是因为你也没有本地的专业工作经验 那大家有没有这样试想过自己 如果你有一到两年的本地工作经验 你也有了一个本地的移民身份 那是不是对于你要进这样的一个大公司 再找更专业的工作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呢 那接下来的问题可能很多小伙伴就在问 那如果我现在考虑要先去移民 可能说要先拿一个本地的身份 什么样的工作是我可以移民的 那是否在移民的过程中 我就不能去累积专业的工作经验了呢 那答案其实很简单 如果真的能力不够找一份专业的工作 那就应该及时根据现有的政策 拿到加拿大的身份 累积本地的工作经验 增加专业方面的工作技能 再去实现我们的大目标 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样一个大目标 对于刚刚毕业的留学生来说 是不是就是遥不可及的呢 其实也不然 我也理解所有的 我身边的小伙伴在毕业之后 想设立这样一个大目标 建好的公司 找到一份专业的工作 甚至好薪水 这都是很正常的 这都是合乎情理 但是对于我们现在实际情况来讲 是不是就最适合你的个人情况 我们这里做两个对比 第一个对比 刚刚毕业 我只是为了找一份专业的工作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准备 我投了非常多的简历 但是我一直没有回应 那很多学生在这个时候 就可能毛着一股劲 我就一定要找这样一个工作 他可能会花费半年一年的时间 在寻求offer 第二个例子就是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他对自我定位 包括职场的一个定位比较清晰 他知道现在就业环境 并不允许他马上可以找到一份 非常专业的工作 他先去根据自己的情况 找一份适合的工作 先进入这个行业 累积一定的工作经验 甚至他已经做好了移民的规划 那这里为什么我们要提移民的规划 我们这里会提到第二个对比 在工作一年时间之后 我们即使说有些学生 他如果不做移民规划 他工作了一年 他甚至不知道这份工作 是不是符合移民工作经验 我们这边所说的移民工作经验 大家可以去回看一下 我们之前有移民顾问Lisa 有跟我们提过 就什么样的工作是符合移民工作经验 那在这种大环境情况下 你如果你的工作是符合移民工作经验的 你就有机会在工作一年之后 通过加拿大快速通道这样一个移民政策 拿到身份 这里第二个对比就来了 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在一年之后如果说我们找到一份比较基础的工作 我们想要找第二份工作经验的时候 雇主要看的就第一 当然是你之前那份工作的工作职责 是否和我现在想要用人的这个用人标准相符合 第二就是你的工作实现 我们这边工作实现所指的就是 在有效的三年工签里面 你是否还剩下一年到两年的工作时间 那这肯定就是受制于你是否能长期的服务于我这家公司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已经有一个移民规划 你甚至已经拿到身份 那对于用人单位来说 它就会放宽很多的一个限制 这边会给大家举一个小的例子 就在我当初刚刚拿到加拿大身份的时候 我去了一个职业招聘会 就是我们说的job fair 那我去了这个招聘会之后呢 我发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 就是用人单位在招人的时候 我们会放两堆简历 一堆简历是你有PR的 或者是你有本地的公民身份 另外一堆简历是专门给留学生的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用人单位在招人的时候 就已经在区分开 什么样的工作职位我可以给PR 什么样的工作职位我可以给留学生 因为大家这边可能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说我只有移民了 我只有想要以后长期的居住在加拿大 我才会去移民 其实这不是一个完全我们拿到加拿大枫叶卡的一个目的 当然我们是想要留在加拿大 其次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应该要考虑的是 是否你用最短的时间拿到身份 再去寻求你第二份工作 这个时候你去实现你的大目标 你去找到更专业的工作 你去用你本地的身份作为一个敲门砖 拿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 当你累积了一定的工作机会之后 你可以再有一个选择的机会是否长期的居留在加拿大 还是说我们会有意寻求别的发展 当你比自己身边的人多一个选择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我会更好的达到我一个自己的个人的一个目标 所以在这里我就会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在毕业之后一定要定好先后的次序 我们要定好是否要找专业工作 是否要去寻求好的公司规模 是否要有高的收入 还是说我们先有这样的加拿大一个身份 再一步一步实现我们的大目标 只有在定好我们的身份 就是自己的一个自我清晰定位之后 才能更好的做一个自我规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